这个三十岁的大宝贝 身高一米九 体重三百斤 喜欢打扮成婴儿模样 嘴里叼着奶嘴 脸上打上腮红 穿上纸尿裤 然后乖乖坐下 让妈妈给他喂饭 都三十岁的人了 还朝妈妈撒娇 妈妈一脸宠溺 表示给他换份竹笋炒肉 可他又发电视的 妈妈拿他没办法 又举起勺子给他喂土豆泥 没想到老baby花样真多 又开始作妖 嘴巴紧闭不肯吃 妈妈无语了 真想给他来两巴掌 但谁叫自己是他妈妈 不得不亮出自己的杀手锏 小飞棍来了 飞机降落了 大宝贝终于张开了嘴 乖乖吃下了土豆泥 没咀嚼两下 趁妈妈不注意 化身喷射战士 喷在了妈妈脸上 妈妈杀了她的心都有了 但敢怒不敢言 因为眼前这个大宝贝 可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汉了 一不顺心 就被掏出自己的榔头 要了她的命 原来她也不是老辈辈的亲妈 而是她雇佣的保姆 她的母亲患癌住院 急需16868.75美元治疗费 艾力恨不得一个人打三份工 这天 她刚从医院出来 正在为母亲的医药费发愁 不经意间看到了 电线杆上的招聘广告 成招保姆 20到30岁女性 有20年保姆经验为家分享 日薪一千刀 艾力看到这巨额工资心动了 这任职要求 不正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吗 于是 她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硬体 电话那头是个富豪 表示自己要出差 急需一名保姆照顾婴儿 只要符合要求 马上就来上班 这可把艾力高兴坏了 心想有钱人出手就是阔绰 让男友开车送自己 男友表示 今天是咱们两周年纪念日呀 可此时的艾力哪还有心思纪念日 来到富豪家 映入眼帘的就是那辆大牢 人家豪车随处停 我看工资一定行 男友小黑让她好好工作过 晚上12点来接她过二人世界 当她来到门口 发现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土豪赶飞机提前走了 让她不要客气 把这当自己家就行 她走进大别墅 除了光线有点暗以外 这大house要啥有啥 古色古香的家具 精致美观的装潢 艾力感慨有钱人的生活 真是朴实无华 她静止走上楼 发现房内没有动静 宝宝应该还在睡觉 于是回到客厅 躺在真皮沙发上 准备享受下午时光 突然 监测器里传来宝宝的哭声 楼上还响起重重的脚步声 艾力本来想逃走 可是宝宝的哭声越来越大 难道屋里进贼了 最终 还是大起胆子 折返狂奔上楼 掏出手机 大喊小贼快走 不然自己就要报警了 然而没有回忆 她打开房门 房间里只有宝宝 震耳欲聋的啼哭声 她慢慢靠近 掀开被子 发现婴儿床上 躺了个玩具娃娃 而真正的大宝贝 正躲在门后面 这个年轻保姆不到30岁 却有着20年的工作经验 今天第一天上班 发现雇主家宝宝 然后朝她撒娇 让她帮自己换尿不湿 爱丽直接呆住了 见她不听话 大宝贝发怒了 一把打掉她的手机 掏出她的祖传大狼头 威胁爱丽乖乖听话 才能好好拿工资 要不然就捶了你的脑袋 爱丽没有办法 只能顺从 她拿来尿不湿 爽身份 尸指巾 在地上铺上毛毯 让大宝贝躺下 提醒一下正在吃饭的朋友们 先把筷子停一停 爱丽看着大宝贝一哭当的响 差点把一年的早饭都吐了出来 但还是强忍着不试下手操作 一阵令人作呕的臭味袭来 熏得爱丽眼睛疼 大宝贝躺在地上一脸享受 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看到大宝贝放下了手中的狼头 爱丽直接将沾满翔的尿不湿 糊在了大宝贝脸上 这酸爽简直难以置信 好了刚刚放下碗筷的朋友们 可以继续干饭了 爱丽趁机拔腿就跑 可这一米九的巨鹰 怎会放过她 直接摁住她的头 狠狠地往桌脚上砸 爱丽瞬间昏死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笼子里 嘴巴也被交代封住 她苦苦求饶 一米九的大宝贝 走过来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警告她好好听话 配合自己玩游戏 玩开心了就大大有赏 要是再敢逃跑 就榔头伺候 在这种情况下 爱丽没有其他选择 只好乖乖妥协 接着 大宝贝又开始作妖 她让爱丽给她喂饭 桌上摆满了宝宝餐具 大宝贝坐在一旁 嘴里嚼着奶嘴 然后让爱丽给她系上围兜 她可不想食物弄脏衣服 这一刻 爱丽真想一围兜给她无死 可这大宝贝一米九三百斤 爱丽思索片刻还是放弃了 接着她摇起一勺土豆泥 没想到 这个三十岁的老贝贝 竟然扁漆嘴 爱丽没想到这家伙还挑食 于是准备给她换一个 真的忍不住想给她一个大鼻豆 爱丽又将土豆泥送到她嘴边 没想到大宝贝又扁漆嘴 别说爱丽了 我都想给她来两下 没有办法 爱丽只好使出杀手锏 这下大宝贝终于乖乖把土豆泥吃进了嘴里 然而 下一秒 大宝贝转头就吐了爱丽一脸 看到爱丽无语的样子 大宝贝开心大笑 就在这时 门铃声响起 原来是爱丽的男朋友来接她下班 听到有人来了 大宝贝变身大汗 将爱丽摁在桌子上 操起一旁的狼头威胁她不要出声 爱丽大喊 让男友快跑 大宝贝见状 直接一脚踩断了爱丽的脚踝 爱丽被疼得哇哇直叫 听到女友的叫喊声 男友闻声赶来 结果正好撞上了大宝贝 看到眼前这个一米九三百斤的大宝贝 男友一脸问号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大宝贝一狼头就飞了过来 接着就是一顿乱锤 男友当场领了盒饭 甚至一句台词都没有说 他到死都还没搞清楚情况 简直是太冤了 你见过三十岁的老宝贝吗 这个身高一米九的大宝贝 穿着纸尿裤 叼着奶嘴 要保母轻轻抱抱举高高 要是保母不配合 就会被她用大铁锤锤死 惨死在她手下的保母 已经不计其数 爱丽为了给患病的母亲正医药费 来到这应聘保母 今天第一天来上班 结果雇主所说的婴儿 是个一米九的大宝贝 就在刚刚 爱丽的男朋友已经惨遭毒手 她的脚踝也被踩断 正拖着伤腿拼命逃跑 却还是被大宝贝抓住 她拽着爱丽的头发 一路脱行 嘴里喃喃而语 说着就要把爱丽捶死 爱丽看着眼前 这个一米九的大汉 连连求饶 提出了一个 让大宝贝难以拒绝的条件 只要不杀自己 就陪她玩变态游戏 大宝贝这可高兴坏了 连忙同意 说我们来往躲猫猫 你来躲我来找 被找到了就死悄悄 说完便转身开始倒数 一百 九十八 八十 爱丽这一瘸一拐的腿 影响了她发挥 于是 她猫在桌底 手持大刀 如果被变态找到 就和她鱼死网破 当大宝贝站在桌边 四处张望 爱丽抓住机会 一刀挑了她的脚筋 大宝贝被疼得哇哇直叫 爱丽趁机爬走 等大宝贝处理好伤口 听到客厅里传来爱丽的哭声 她朝着声音方向走去 结果发现是个录音器 这时 爱丽从身后出现 哐当一下 将大宝贝砸晕过去 随后拿着男友的车钥匙 头也不回地走了 别问我为什么不补刀 因为导演凑时长 大宝贝在导演的安排下又醒了 紧随其后追了出去 就在爱丽要打开车门的一瞬间 大宝贝一把将她抓住 死死掐住她的脖子 一股窒息的感觉迎面而来 就在她即将领盒饭的时候 摸到了车钥匙 她拔下钥匙 直接戳保大宝贝的眼睛 大宝贝疼得死去活来 爱丽趁机将其反杀 就此 变态大宝贝终于结束了 她变态的一生 最后 提醒大家 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斟酌 工资高得离谱的工作 一定要告诉我